你给我带来了什么优秀的手机吗 没有 那你上来做什么 你除了人类情绪的态告片 从此之外 一点追求都没有 挽过来我问你 我温柔吗 一点都不温柔 那给你照相那个他温柔吗 他也比我考不到哪儿去 最近环球影城的威震天可谓火得一塌糊涂 其经典语录更是被全网刷屏 更有了碎嘴的称号 可见大众对他的喜欢程度有多高 可或许有细心的网友会有疑问 为何大反派会如此爆火 而反观一旁的正能量代表情片中却观看的人寥寥无几 这两者到底差在哪里 说起威震天与情片中 机器的外表下其实都是真人在扮演 所以那些经典语录也是真人发出的 只不过通过变身的方式向外传达 而仅从外观来看 正义的秦天柱其实比威震天更占优势 毕竟很多小孩子在看到威震天后直接被吓哭 常念一度失控 令威震天本人都措手不及 而除了外观之外 威震天与秦天柱最大的区别便是他的画牢特性 威震天作为变影中的大反派 经常把诋毁人类的话语挂在嘴边 所以在环球影业的真人版威震天设定时 也尽量符合原版 可没想到被真人一演绎 整个画面搞像诙谐 乐趣满满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游客 威震天都能应对自由 更有了社交无敌症的称号 此后 威震天就此名声大振 吸引了无数喜欢他的观众前来 而秦天柱本就是正义的化身 一定程度上相比威震天柱多了很多的偶像包袱 需要时刻维护自己的角色定位 这也是导致秦天柱放不开 比较死板的原因 可当威震天越来越红的时候 争议也随之而来 近日由网友更是直接把威震天举报了 原因竟是因为那句设定的台词 愚蠢的人类 这样的举报令网友替威震天大喊冤枉 本来就是电影中的经典台词 只不过由真人演绎出来 又何谈侮辱一说 如果此次举报真的成立的话 那威震天之后还敢不敢在这样的公共场合随便调侃他人 昔日的那个碎嘴威震天又会不会就此消失呢 小编认为举报的理由确实很难令人接受 毕竟大家就是喜欢这样的威震天 才不远万里慕名而来 若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那么一切又有何意义 不是吗 不知屏幕前的你更喜欢威震天还是晴天柱呢 欢迎留言告诉小编 我们评论区见